小米负重比赛是小米收获季 马萨鲁的政绩之后一项重要的比赛 村长会召集年轻力壮的族人 到今年缠小米最多的家户前面 一起将小米绑好 报名之后就开始比赛 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族人在种小米了 齐老表示会有这么多小米 可以用在负重比赛 完全是祖林的庇佑 这些小米绑好 小米负重比赛的由来 根据其老的描述 以前大家还在以农耕为生的时代 收割小米时 全部落族人都会帮忙 当要日落回家时 会有一个特别重的 就像现在比赛时所背的类似 大家扛着扛着 就有了比赛的想法 于是就决定在小米收获季时 举办小米负重比赛 获胜者还会得到 部落给予最强者的荣誉 现在我们年轻人 就这样到一半了 没有办法 大放重 所以今年 是鼓励年轻人 轻一点大家参与 其老跟年轻一辈的一段话 凸显了文化参与的断层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农业时代 不过长辈想传承的是 部落团结共享的精神 继续办这个比赛 是希望年轻人记得这个精神 再将它交给排湾组的子子孙孙 记者巴朗屏东来议采访报道 中文化